这个把父亲气到冒烟的公子哥叫阿祖 仗着父亲关爷是黑道大哥 做事肆乎忌惮 不久之前呢 喜欢打架子鼓的阿祖 在酒吧勾搭上了美女卡门 在酒精的作用下 两人很快便睡到了一张床上 这个卡门是老马的女人 老马作为黑白通知的江湖大佬 连官爷都要忌惮三分 但阿祖出生牛犊不怕虎 被荷尔蒙冲昏头脑的他 竟然要让卡门离开老马跟自己在一起 可就在这时 老马突然推开了房门 被吓了一跳的卡门 立刻冲到老马怀里 说是阿祖强迫自己的 老马并没有跟他做过多计较 只是让手下教训阿祖 没想到阿祖居然抬出了官爷 还大言不惨 说自己的父亲一定不会放过老马 没错 你老爸不会放过你的 老马转身离开 此时的官爷正带着新夫手下乌鸦 在野外享受考野猪 在得知阿祖的时候 官爷一秒都没敢耽搁 立刻往家里赶去 在路上他打电话告诉阿祖 哪里都不要去赶紧回家 可阿祖根本就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直接就把电话挂了 回到家中 没见儿子的官爷更加心急如焚 只是他怎么都没想到 阿祖竟又跑到了老马的别墅外面 幻想着卡门能和自己远走高飞 但为了这么个傻小子 得罪老马怎么算都不值 于是干净利落地拒绝了 另一边的官爷在家里急得团团转 乌鸦已经跟了他20多年 自然是知道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 于是便立刻打电话 给阿祖的姐姐辛纳 让他通知阿祖千万不要露面 找不到儿子 官爷只能主动向老马请罪 他知道论江湖地位自己不如老马 这次的事又是儿子犯错在先 况且老马还对他有救命之恩 官爷从头到尾心惊胆战 不停地抱着 他一定会给老马一个交代 可老马却反问他 阿祖当着自己小弟的面让他去死 这又怎么算 虽然官爷知道自己理亏 可护子心切的他还是控制不住激动了起来 老马健壮也赶紧安抚他 自己并不是想要阿祖的命 只要砍了他两只手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官爷虽然不愿意 可是他也知道老马到现在都没动阿祖 已经是给了自己天大的面子了 而此时阿祖也接到了姐姐辛娜的电话 让他到自家的宠物医院暂闭一下 自小和父亲不和的阿祖 最听姐姐的话 于是立刻赶到辛娜那里 辛娜在赶走男友的同时 将阿祖藏到一个纸箱中 谁知他刚刚藏好 官爷就找了过来 他知道这对姐弟俩 从小便喜欢联合起来 和自己对着干 面对官爷的质问 辛娜一点面子都不给 只说是自己的男友刚刚过来求婚 正在气头上的官爷听后 更是火冒三丈 自己的女儿应该嫁给社会精英 而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官爷直接表示 辛娜要是敢答应 他就杀了他 辛娜无法接受父亲的话 当场就和他吵了起来 没想到官爷上来就是一巴掌 在一旁的乌鸦本想劝两句 却被官爷一个眼神吓退 小弟们失去的离开房间 父女俩再次大打出手 官爷一个不慎 撞掉了辛娜的门牙 他虽然心疼 可还是警告女儿 不要嫁给那个人 没想到在里面听到动静的阿祖 忍不了了 当场站出来为姐姐说话 看到这个惹祸惊 官爷再次暴怒 将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到了他身上 之后又将他强行带走 在后家的路上 官爷先是嘱咐手下 给辛娜找最好的牙科医生补牙 然后就训斥起了 不知天高地厚的阿祖 但阿祖不仅不听劝 还破罐子破摔 让官爷将自己交给老马 官爷虽然气得想发颠 但阿祖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 他无论如何都是要抱的 只是没想到都到了这个时候 阿祖竟还跟官爷说 自己是真的喜欢卡门 要父亲无论如何想想办法 一顿暴打之后 官爷让乌鸦带着阿祖 躲到了台湾 之后官爷再次找到老马请罪 这次他按照老马的要求 带来了一只断手 和儿子被砍手的照片 虽然所有人都不相信官爷 但老马看在这么多年的交情上 还是选择相信他 只是在临走前告诉官爷 他还欠自己一只手 虽然表面上蒙混了过去 但官爷知道 老马是不想拨了自己的面子 他一定会追查到底 果不其然 没过几天 卡门就带着一身伤找到官爷 说自己已经怀生了阿祖的孩子 老马现在要杀自己灭口 希望他能看在阿祖的面子上 救自己一命 但官爷毕竟在江湖上 摸爬滚打了一辈子 这种小瓦戏 又岂能瞒得过他的眼睛 官爷拎着卡门来到外面 原来他的手下早在这附近 发现了老马的司机 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为了儿子 官爷索性撕破脸皮 直接让手下杀了司机 卡门见状立刻跪地求饶 说这一切都是老马逼的 还说如果他真的杀了自己 想必阿祖也不会原谅他这个父亲 阿祖是官爷养大的 他又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儿子 是个朝三暮四的情种 阿祖刚到台湾 就遇到了让自己心动的人 这天阿祖在路上 见到一个孩子在欺负小狗 于是便上前制止了他 结果美女阿杰却误认为 阿祖是在麒麟若小 一脚把他踹到了地上 阿祖爬起来想要解释 没想到阿杰根本就不听 两人随即爆发了激烈的争执 最后在阿杰朋友的劝阻下 这场争执终于落幕 但阿杰的火辣 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小到大 阿祖还是第一次碰到 帅性善良的女孩 但两个人都没想到 他们很快就迎来了第二次见面 不久之后 乌鸦带着阿祖到山上三星 谁知就在深山中 见到一群热衷于打鼓的人 询问之后才知道 他们是禅谷山人 禅谷山人在现实中的原形 是台北木扎老泉山上的幽人神谷 其创办者名叫刘若宇 曾在美国被戏剧大师 果托夫斯基看中 到加州的山中修行过一年 回到台湾后便创办了幽人神谷 他们每天六点开始练习太极 八点打坐 午后击鼓 主张将生活的一切琐事 都视为修行 回到电影 深爱家子谷的阿祖 瞬间便被禅谷山人吸引 他不过乌鸦的阻拦 静止来到禅谷山人面前 但其实乌鸦如果真的想要拦住他 还是有很多办法的 之所以没有这么做 是因为他也知道 阿祖做什么事都是朝三暮四的 不出三天 他就会自己放弃 但是这次乌鸦错了 阿祖直接找到掺鼓山人的老大兰姐 恳求他同意自己加入 但没想到阿祖也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兰姐见到阿祖这么成心 于是便点头同意 之后阿祖便加入他们之中 和他们一起打鼓修行 这里没有自来水 没有通电 所有的食物都要靠自己劳动获得 一开始阿祖很不习惯 甚至还萌生出了退出的念头 直到兰姐的一番话 才彻底点醒阿祖 他们之所以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打鼓 并不是要打败某个敌人 而是要打败自己 内心的欲望 愤怒 仇恨 都是他们修行植入上的敌人 只有战胜自己才能打好鼓 阿祖如梦初醒 全身心投入到修行之中 而他的变化也被阿姐看在眼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的关系也更进一步 阿祖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可远在香港的关爷 日子却一天比一天难过 自从那晚之后 他和老马的矛盾也逐渐激化 为了逼关爷向自己低头 老马给江湖上各个堂口施加压力 让他们联合起来孤立关爷 而关爷铁了心要保阿祖 两方矛盾日益激化 终于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这天江湖大佬齐聚一堂 准备逼关爷交出阿祖 况且老马也不是非要阿祖的性命不可 因为这点事影响所有人的生意实在是不值得 但没想到关爷不仅不听劝 还拿起刀砍了面前的烤乳猪 以此来威胁各位老大 这晚过后 关爷彻底得罪了所有人 老马也终于下定决心 按照江湖规矩处理 于是很快就有杀手找上门 但没想到关爷的身手不见当年 不笑一会儿 杀手们就全被关爷打跑 但由于对方人数太多 关爷额头也被打伤 他来到女儿辛娜的宠物医院 让辛娜给他缝合伤口 可这期间 他不停地数落辛娜的男友 言语间近视嘲讽 最终男友受不了这种屈辱 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辛娜气不过 一针扎在关爷额头上 气愤地告诉他 自己已经怀孕了 关爷直接愣在当场 但与之前不同的是 他这次并没有发火 而是抢过女儿手中的剪刀和针线 盯住他怀孕了 就一定不能再碰这些东西 女儿终究是父亲的心头肉 事到如今 关爷除了妥协还能怎么办 他让女儿将男友叫了回来 盯住他一定要照顾好辛娜 妇女两人多年的隔阂 也终于在这一刻化解 之后他又来到阿祖的房间 看着摆在这里的家子骨 他似乎终于明白 阿祖多年来为什么这么恨自己 可就在这时 一群警察闯进关爷家中 原来是他的手下出了叛徒 将关爷犯罪的证据交给了警方 关爷被出卖入狱 在进监狱前 他再三叮嘱辛娜 一定不要让阿祖知道这件事 远在台湾的乌鸦得知后 也按照关爷的交代 只说关爷让自己回香港 乌鸦离开之后阿祖更加刻骨修行 很快呢 他们就接到了全球巡回演出的邀请 而演出的第一站就是香港 回到香港后 阿祖第一件事便是来到姐姐这里 向他分享自己在台湾的经历 见到从前心浮气躁的弟弟 变得如此沉稳 辛娜非常欣慰 他也决定不再向阿祖隐瞒父亲的事 阿祖得知后裔反常态的没有大闹 而是给监狱中的父亲写起了信 告诉他自己这几年来的见闻 关爷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儿子的成长 十分欣慰 鼓励儿子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下去 同时也让儿子原谅自己这么多年来 没能真正理解他 父子俩在这一刻冰逝前嫌 在离开香港之前 阿祖来到监狱之外 用尽所有的力气 为父亲演奏了一段鼓曲 在监狱中的关爷听到后更是欣慰 可就在他沉浸在儿子的鼓声中时 一个杀手突然刺中了他的心脏 一代江湖大佬就这样命丧当场 关爷的葬礼上 禅谷山人和社团中的兄弟 纷纷为关爷吊咽 最在这时 老马缓缓走了过来 要送关爷最后一程 阿祖怀疑这一切就是老马的阴谋 于是便上前和他理论 谁知却被老马的小弟踩在了地上 乌鸦赶忙上前解释 老马这才能够让小弟们把手 临走之前 老马回头告诉阿祖 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 关爷始终是自己的兄弟 阿祖可以不让他祭拜 但也不能阻止他送关爷最后一程 老马待着手下远远的朝着关爷鞠躬 见到老马如此 阿祖心中也产生了怀疑 如果真的是老马下的杀手 那他根本没有必要走到这种地步 那杀害父亲的凶手会是谁呢 回到家后 乌鸦劝阿祖接管社团 可阿祖却一口拒绝 他志不在此 与自己相比 乌鸦更适合管理社团 于是乌鸦顺理成章的成了新的老大 开始打点起社团的生意 可阿祖却发现 乌鸦和父亲以前的仇人也来往甚迷 于是呢便产生了怀疑 产古山人在香港的表演十分成功 阿祖也大放异彩 很快呢便到了离开香港的日子 但阿祖心中始终放不下一件事 他以纪念官爷为由 让乌鸦陪自己到山上打猎 就像以前官爷那么做的一样 但在狩猎一只猎物时 阿祖突然将枪口对准了乌鸦 两人相视无言 突然乌鸦抬手求是一枪 阿祖终于确信 乌鸦就是杀害父亲的凶手 于是两人在丛林中展开了对角 凭借自己在台湾训练出的敏锐直觉 阿祖听到前方的动静 抬手求是一枪 结果恰好打中了乌鸦的腰部 见自己彻底暴露 乌鸦也索性承认 自己早就和老马达成协议 由他杀死官爷 继承整个社团 阿祖怒不可遏 就在他准备开枪报仇时 脑中却突然想起了拦截的教诲 最终阿祖还是决定放过乌鸦 影片最后呢 阿祖跟随禅古山人离开香港 踏上了新的征程 这部战鼓是毕国志导演 在2007年上映的作品 影片本名叫禅战 禅本是不可言说的 因为言语道断 但僧人们又说 庙高顶上不可言传 第二风头略容华慧 于是导演并把终点放在鼓上 但其实如果认真揣摩就会发现 其实鼓就是禅 人第一次听到的声音是什么 是母亲的心跳 所以鼓声就是人的心跳 是生命衣食 而战则和禅对立 它象征的是外在的矛盾 和激烈的抗争 禅古山人的修行 不是为了打败敌人 而是为了打败自己 打败心中的欲望和仇恨 以此重铸根基 追求那个纯真的境界 小东以为真正的纯真 并不是如白纸一般纯净的天真 而是在历尽沧桑之后的 焕然一新 只有经历过凡此种种 才能在听到鼓声 历人插进心脏之后 复制一笑 天高云淡 才能在面对仇人之事 悬崖勒马 在他整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